哈喽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王菊 如果用一种糖来形容自己的恋爱状态 你觉得会是什么糖 希望是甜菊糖吧 这样子也有甜味 但热量没有太大的负担 在喜欢你我也是第二季中 你学到的最有用的恋爱技巧是什么 恋爱我鼓励大家还是以真心为出发点 要说技巧的话 我之前分享过一个 就是回复消息的频率 就是尽量跟对方保持在一个频率回复消息 就是他过多久回你 你也过多久回他 但是这是初时阶段 粉丝调侃课堂家族每天都在吃狗粮 你自己吃过印象最深的一次狗粮是什么 就是王晴跟小马那一对 哎呀好甜 每天那个信啊三页三页的血 真的是咱们不爱读了 你觉得男孩子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暖心 我觉得在初时阶段男生会一直记得女生的喜好 或者一些忌口啊 反正一些非常细节的小东西会很加分 如果在虾亲局中偶遇前男友你会怎么做 那有点尴尬的 那我觉得我会走 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今天跟其他男生的交流 你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你的美妆视频会怎么评价你 他们巴不得我多发一点呢 我每次都是不高兴拍 因为我觉得拍美妆视频很麻烦 对我来说化妆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会一直催我 说你可以拍点美妆视频啦 放一放啦 平台上没有东西啦 你就催催我 然后因为我会对自己的视频有很多要求 包括后期剪辑呀什么的 就要求挺高的 其实对双方来说都是挺费事的一件 挺费精力的一件事 说出大家必须看喜欢你 我也是第二季的三个理由 第一个是嘉宾阵容够养眼 其次呢是 我是觉得在这个节目里 每个嘉宾都会有自己很独特的观点 然后像我吧 就是嘴巴比较独 对 然后就很辛苦张老师一直找补 一直给我们找补回来 但是都是很真实的 说就是很真实的看法 然后第三个理由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 大家可以通过这样子的节目 去观察别人的恋爱 然后呢 去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 或者重新来认识自己 很多人评价处女座吹毛求疵 你要如何为处女座证明 处女座有的时候 的确是挺吹毛求疵的 这我无话可说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但看分什么情况吧 我觉得生活中 很多事情 我觉得可以大大咧咧地过 我无所谓 但是比方说 有时候在工作 尤其一些抠一些小的细节上 就会 我有的时候挺固执 然后也会很钻有脚尖 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什么职业 我希望他不是艺人 对这样子谈恋啊分手啊 都要上新闻很麻烦 最不能忍受另一半 什么样的缺点 太幼稚 你觉得约会第几次可以接吻 第一次就行 他来的成年人 喜欢女 上 如果可以给18岁的自己打电话 你会说什么 挺好的就这么过吧 以后会成功的 用一句话形容自己的自拍 做作 最想和谁合作一首新歌 王家尔 如果不做歌手 会做什么职业 不做歌手 做演员呗 反正就在这个圈不走了 头发和没有眉毛 必须选一个 你选哪个 头发和没有眉毛 头发吧 头发吧 头发这大面积比较难搞 眉毛好画 快 喜欢我 挺不容易的 但我觉得你们都是非常有眼光的人 加油 再加再厉 祝你事业成功 生活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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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